直播间内,90后京剧演员郭宇昂手持折扇,一曲红娘,余音绕梁,将观众带入京剧世界。 郭宇昂出生于宁夏银川,自幼兽资深票友太奶奶的耳濡目染,对京剧有着浓厚的兴趣。 12岁时,郭宇昂进入专业系校,开始系统学习京剧。2017年,正在北京戏曲学院就读的郭宇昂,败入梅派名家张南云蒙下。 当时我在考大学的时候,我的启蒙老师托我去上海拜访一下佟祥林老师跟张南云老师,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张南云老师,然后见面之后对我印象很好,所以在大一的时候就拜了张南云老师为师。 2020年,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戏曲行业受到冲击,不少线下演出取消延期。此时,郭宇昂通过学校网课与直播结缘,开始尝试在线上云唱戏,没想到一下子火热了起来。 我直播的时候,他们都会把我所唱的字幕整理出来,然后打在屏幕上,这种很和谐,然后很温馨的感觉,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。 于是直播间的人越来越多,看着人数的增长,我觉得也应该坚持下去。 线上唱戏不同于剧场演出,虽然演员与观众相隔万水千山,但却通过实时评论拉近了距离。 线上的话,观众是可以在屏幕底下评论实时打字互动的。 在直播的过程中,郭宇昂还会向观众介绍一些通俗易懂的京剧知识,唱完一段京剧选段后,还会用白话讲述唱段的含义,让更多的年轻观众听懂京剧。 反响还是非常好的,因为有很多的年轻观众会很喜欢,然后甚至是说看我在直播间表演京剧之后,他们会主动走进剧场去观看京剧。 如今,郭宇昂的许多同学、同行也开始主动参与到直播中,在线上传播戏曲文化,谈及未来,郭宇昂表示,他将把更多的京剧剧目整理编辑,在线上传播弘扬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